像这样一个图呢,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想从1出发 然后呢 可以找到6 6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已经确认6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那 我要怎么走 那我要怎么写程式去走 Digestor的演算了吧 Digestor OK,Digestor 是个办法,Digestor其实是在做最小 最小网路流 对 对,最小网路流 其实就是单一定点到达一个定点的最短路径 对,最短路径 那最短路径你这样做也行得通 那 可是我们今天不要用Digestor 因为用了Digestor 其实它比较像资料结构的问题 比较不像人工思绘的问题 那Digestor只能用在这种图形上面 它没有办法用在其他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从1走到6 那 还是一样从演算法的那门课 其实也有讲这个东西 你看 演算法的课讲什么 深度优先搜寻 和广度优先搜寻 那这个东西其实 AI和演算法 的讲法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AI比较着重在后面 后面 的意思是 不只是图形的搜寻而已 把它用到 不是图形搜寻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看 跟图形搜寻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不只是图形搜寻的问题 等下我们会看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深度优先搜寻 那深度优先搜寻 基本上是最容易 实做的一个方法 这点有点奇怪 除了深度优先搜寻以外 当然还有一个 其他方法 广度优先搜寻 最佳优先搜寻 那深度和广度两个 我说深度比广度简单 各位同不同意 我说深度优先搜寻 会比广度优先搜寻 简单 大家觉得同意吗 什么道理它会比较简单 Coding 对 那为什么Coding深度是比较简单 广度是比较困难 是因为它在搜那个局 你搜到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 一步一步的搜下去 这样很快 可是如果是广度的话 你要记它上一个 没有 广 没有 不论哪一个都要记它的 它的祖先吗 嗯 那如果倒记的话 感觉应该深度和广度是一样的啊 没有比较简单啊 对不对 那 事实上深度比较简单 真的 为什么 其实 答案是在于 我们程式语言的设计 上面 有一种东西叫地回 因为地回的关系 地回本身就是一种深度 我A扣B A扣自己 对 A扣自己 然后自己又扣自己 不是就是要伸下去吗 所以你地回在自己呼叫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是做一种深度有限搜寻 你地回能够 能够很直接的用来做广度有限搜寻吗 可是地回相当的 相当的慢 很少有问题 其实地回不会慢 不会慢 可是地回它不是没呼叫 有些东西要重做 地回 怎么讲 单纯的地回是 是你呼叫的时候 你的看你的参数的量 你的参数的量如果很大 是整个阵列都要复制 或者整个大的东西都要复制一份 那你的地回当然 每次呼叫就会 代价很高 但是呢 如果你的地回 的时候你需要复制的东西很少 那你地回其实是很快 所以其实地回并不慢 地回并不慢 当然跟回圈比起来 如果你真的 用回圈去实做 或许跟回圈比起来会慢 但是不会真的很慢 地回其实是一个 很棒的东西 但是有很多程式语言专门用地回 它根本没有回圈 所以 地回其实 并不慢 并不慢 那 像佩斯数列那个 其实是很快 可是说它第五十个 就开始会变很快 对 那 贝斯数列之所以 并不慢 的原因是这样 来分比一下 贝斯数列并 那它之所以 并不慢的原因是 不是因为地回并不慢 而是因为指数增长 不是因为地回并不慢 地回之所以会慢 其实不是因为地回并不慢 而是因为指数增长 这个L53算过了 再算一遍 而且它一直消去转 对 对啊 所以这是它为什么慢的原因 因为它会指数增长 关系会很慢 而不是因为地回本身慢 那如果我今天的地回 是像这个样子 看一下这个 这个 OK DFS 对不对 然后for each 这个的话 就DFS 这看起来好像慢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对 邻居已经访问过的 我就不再访问的话 其实是很快 那是因为我一直重复 访问像那个一样 一直重复在算同样的东西 那就很慢 另外一个是 他本身问题就是指数的 那也会很慢 就是有办法克服这部分 对 但是并不是代表说函数呼叫慢 其实函数呼叫不是慢 而且地回函数呼叫也不是慢 就是 问题是在于 你 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 四个变成八个的时候 一定会慢 这样 大概可以了解我为什么说地回其实并不会很慢而已 OK 那DFS其实 并不困难啊 并不困难啊 我 对一个图 然后我从某个节点出发 OK 那当然我有我的目标节点 然后如果这个节点已经反问过的话呢 我们 就不访问了 已经访问过就不访问了 否则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节点 的 被访问设成 已访问 然后接下来呢 对于 每个邻居 这个节点的每个邻居 我都再去做一次DFS OK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 就会一直反问教具 然后 最终 就是把整个图形都反问完 好 那 这个东西如果写成JavaSplit 当然会 稍微 有点不太一样 要写得跟演算法一模一样 其实 程式嘛反而会变得 比较 不杂 那所以呢 我们就DFS G 这个G就是GRAPH Node就是那个Node 那GNode.V就是那一个 Visit OK 然后呢 GNode.V等于E就是 把Node.Visit的设成E 然后对于 他的每个邻居 我们取出他的 邻居的 所有邻居的节点 然后 对于每个邻居呢 我就去再绑 再做一次DFS 其实差不多啦 跟 演算法 几乎是差不多的 只是 资料结构上面 有点不太一样 OK 那这是我们 如果 做深度优先搜寻的时候 会用到 那你会看到这个深度优先搜寻里面 其实 他不太有别的资料结构 他纯粹是靠地毁 唯一的资料结构就是 把Visit的放在节点里面 这也不算什么资料结构 这只是个属性 对不对 所以他 他就只有这样而已 没有太多的资料结构 当然在G的安排上面会有资料结构 这个G本身就是个资料结构 OK 至于 G怎么安排 我们等一下 会看到 看到 程式 那这个程式会怎么跑呢 他会这样跑 1 然后呢 他就找他的邻居嘛 就25 对不对 那 假如我们是上面的先 那就是 2先 那但是深度优先搜寻的一个特色是 他2先 那 5呢 就要等 2这个继续深度优先搜寻全部完的时候才会到5 OK 所以呢 他就 就必须要这样子 就是 2 接下来会3 所以 123 这个3呢 我上面的红色是指他的访问顺序 这个是指他的节点代号 不一样 好 那所以这个3也是第3个被访问的 那接下来呢 他可能会访问6 也可能会访问4 也可能会访问5 对不对 但是假设我们 我们 在节点顺序上面4是先的 OK 那他就先访问4 先访问4 然后接下来呢 他又 就访问了4之后 4又深度嘛 又继续深度 所以他又访问了5 访问了5 最后呢 在5这边呢 再访问了6 OK 所以他其实是走了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把全部 访问完 不一定走路径 因为有时候是 走下去 没路了 再回来 再继续往 从刚刚还没有继续的地方往下 OK 所以这种方式称为深度优先搜寻 那广度呢 就不太一样 广度优先搜寻 跟深度优先搜寻 跟深度优先搜寻 其实广度 比较 好一点 但是广度呢 应该说广度在 在某些 用途上面 他会找出比较短的路径 大部分的情况 他都会找出比较短的路径 但是找出比较短的路径 他有个代价 就是他必须要 记住 记住 那些 把那些已经 等待访问的节点 等待被访问的节点 放在一个 Q里面 放在一个 注列里面 那这时候呢 就会 产生个问题 他放在 Q里面 但是这个 当然我们 我们以一般的观念来讲 放一个Q不算什么 一个Q很简单 一个注列式很简单 一个 线性的东西而已 问题是那个Q很大 如果说 今天只是这种图形 那所有节点都可以放在记忆体 那没有问题啊 就是 这个Q不会很大 但是你一旦把他放到人工智慧 上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Q 无敌大 这时候你 你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OK 因为 那个Q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变十个 十个变一百个 一百个变一千个 一千个变一万个 最后 你要放个几十亿个 的东西放在Q里面 那这个是 很受不了的一件事 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有代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 刚刚深度优先搜寻 他可能会绕很久才找到目标 一层一层下去 搞不好又要回来 再下去 所以他可能要绕很久才 找到目标 但是他的程式很好写 但是如果我们用广度优先搜寻的话呢 我们是 从一个节点开始 将每个 邻居节点 都一层一层 请注意 一层一层 逐层的拜访下去 那 深度最浅的节点 会优先被拜访 深度最浅的节点 会优先被拜访 那所以针对 这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用广度优先搜寻的话 你看 1 2 他不会走这个 因为2 你看 1的邻居有 2和0 所以他在1的时候 他就把2和5都放进 助列里面 OK 然后呢 所以 当2反问完之后 他是反问5 OK 那反问5 接下来呢 这个2是最先进去的嘛 所以当他2 2进去之后 3和4就被放到助列里面 所以他接下来是反问 3和4 OK 那等到这个 因为 因为刚刚5 5拜访的时候 6就被放到助列里面了 所以呢 最后反问6 OK 所以 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OK 他的反问顺序不太一样 跟深度不太一样 而且 他需要有个助列 这个助列要记住所有的节点 所有的未拜访节点 基本上未拜访节点就可以 那要 要用这个的话 就是要用 Q Q的话其实是一种 先进先出的结构 各位 学资料结构的时候 有看 会有看过 呃 堆叠 Stack 是 后进先出的 OK Q呢 是先进先出的 OK 所以在广度优先搜据里面 会有一个Q结构 那 他的演算法大概讲 长得像这样 他就不再是以节点 那个 为 为主 因为你先把那个 第1个节点给 推到Q里面 他就可以开始运作 第1个节点推到Q里面 然后如果Q呢 不是空的 那他就一直从Q 的最开始取得 上面的东西 然后 然后再 再反问下去 OK 所以他会变成是 广度优先的 因为 会先进来的 会先出去 那最后那个 先进来的 一开始 比较早的那些邻居 都会先进来 那些邻居先进来的 就会先出去 所以一层一层 这样子 OK 所以 他的演算法变成 以Q为主 这个Q如果是空的话呢 那我们就结束了 那否则的话 这个牌 缩牌有点缩得不好 这个应该缩过来一点 否则的话呢 我就从Q里面取出一个节点 如果这个节点还没访问过 那我就把他的 是否被访问设成True 就代表这节点已访问 然后呢 如果那个节点已经 访问过 其实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形 因为你放到Q 这个也算把写得有点多余 那 我是觉得 这段好像可以拿掉 而且其实这段也可以拿掉 我觉得 这段有点多余 我现在在想 只要有Q 其实这段根本就可以拿掉 Visited的这一个资料结构 可是他要看有没有被拜访过 对 所以这段或许不能拿掉 因为他要设计录点 要不要像3跟4那边 再跳到5的话 就会再拜访4跟6 对 对 所以还是不能拿掉 诶 还是在拜访时也没差 等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也算法有点漏洞 就是他最后还要再呼叫一次BFS 但是我在这边没有呼叫 OK 因为 不然的话他没有回圈 他没有回圈的话他不会一直做 所以可能要用地回的方式再呼叫BFS 或者是 回圈在外面包装 那我看一下我这边 对啦 你看我这 程式就 最后还有呼叫一次BFS 这边就没有 因为我是看着这个写演算法 这有点倒过来 人家是先写演算法 再写程式 或是先写了程式再来写演算法 OK 那所以呢 大概像这样 然后对于每一个邻居而言 如果还没被访问过 我就把他放到Q里面 然后接下来他又会被BFS再取出来 再继续 而且是照着他推进去的 正去取出来 所以 我们下面的办例程式呢 就有这样一个BFS的程式段落 基本上 Q.Lens等于0 这就是在看他是不是空的 那 如果还没空的话 就取出 取出 里面的一个节点 那如果 那个节点呢 还没被BFS 就把他放 设定为BFS OK 设定为已BFS 否则的话呢 就 就回到上一层 回到上一层 那 我就把这个节点印出来 那印完之后 请注意有这个BlintF 是我自己 自己把那个Lob 赶一下 名字 好OK 那接下来呢 是 取出他的邻居 对于每个邻居呢 如果还没被FIRE绑过的话 就把他推到Q里面 然后最后再呼叫一次BFS BFS 这样子的话 其实BFSGQ BFSGQ 这两个BFS会不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Q涨的不一样 不是 不是说这样子会无穷地回 其实不会 因为Q涨的不一样 而且这里都有Return 这里都有Return 所以他并不是 会一直地回下去 这边很重要 OK 所以这里 如果你对地回 地回 没有 我知道地回会慢 到现在 那个他一直重复 甩已经有了东西 对 如果这样改的话 就不会 所以你地回 慢不慢 其实 要看有没有重复 还有看他的问题 是不是会 几何 几何暴涨 如果会几何暴涨的话 基本上 就会慢 可是果然 他 可是他果然还是 去拜访 已经有东西 他拜访 所以他说 所以他才说 现在这边等于零 所以我退出来 所以他还多了一个 重复拜访 对 对 会多拜访一层 都拜访一层 这样会慢一点 没错 还是会慢一点点 不是说 都 都不会 变慢 是说 会慢一点 但是没有 没有那种 很严重的慢 只是个常数而已 好 所以BFS 这样写 应该看得懂 当然整个完整的程式 我们后面有 那 这两个方法 深度和广度优先搜寻 在 演算法里面 其实看来都OK 但是在AI里面看起来 就不太OK了 为什么 因为 有时候你搜寻下去 你搜寻 DFS是 一直搜搜搜搜搜 然后呢 就不回来 因为如果那个空间很大 他根本就收不完 他就不回来 另外一个问题 他会乱绕 一直绕来绕去 然后呢 不知道结果在哪里 OK 所以这是 DFS的问题 DFS 比较好 但是问题是 那个空间很大 那他搜下去之后呢 一层 变十倍 两层变一百倍 三层变一千倍 再下去的话 这个 这个你绝对搜不超过一百层 一定会挂掉 记忆体会崩盘 或干嘛 所以 也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大部分的 搜寻呢 以人工智慧而言 很多会采用最佳优先搜寻 就说 我搜寻的时候 我不是全搜 我会 想办法 有一些方向性的搜 那这个有方向性的时候就要有一个评估 的指标 那这个评估的指标 你就要有一个好的概念在那边 跟爬山演算法一样 要有一个好的概念在那边 那爬山演算法就根据这个好的概念去爬 那最佳优先搜寻也是一样 根据这个好的概念去搜 所以到最后你看 最佳优先搜寻不就是爬山演算法 只是他是用图形的 方式在表达 我邻居的概念 单身正在AI里面根本也不用图形的方式去表达 为什么 因为 那个搜索空间是无限大的 不可能用 图形的方式去表达 所以到最后 跟爬山演算法 还是很像 几乎是很像 他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评估 的函数 那我去 看 然后 哪边好 我就往那边掀 但是呢 如果那一个好的地方 收到最后是死相 就像深度优先搜寻这样子死相 怎么办 他就会 地回回来 再下去 地回 如果发现 这个地回下去通通都没有结果 他自动会回来 回来再下去 另外一条路 再继续走 如果这条路也没有 又回来 下去另外一条路走 这样子的方式 那 但是如果这 靠这种方式的话 是深度优先搜寻的话呢 他会耗很久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有个方向说 我从比较好的先搜 那这个比较好的结果不好 那我再从第2好的 再去搜 然后 一路这样下去 那这个称为最佳优先搜寻 所以评估函数 最后 还是很重要 可是有些问题 其实 你要找出好的 平补函数 并不容易 那所以 这里 这里 暂时我们还是 先 到此为止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怎么做 我就写一个程式 就完全就是 只做 刚刚的这一个问题 刚刚的这个问题 好 那我把这个问题 写成程式 然后 用 DFS和BFS 分别都做一遍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程式 这个是我们 写了一个像printf 一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呢 因为log呢 一定会换行 我们这次 不希望他 一直换行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那其实没有什么 他很简单 当然 要 要对 jordaspeed的手材很简单 jordaspeed的每一个函数 一开始他都会 设定一个argument参数 就像c元的那个 main的args 一样 但是jordaspeed对每一个函数都会有这一个 这一个argument参数 那所以 我就先用 format.py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再把它输出到 标准输出 算流里面 这样就会输出到萤幕上 但是呢 他跟log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他不会换行 除非你强制他换行 加写线的 否则他不会换行 OK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模拟一个cue jordaspeed的阵列本身 其实可以用来 当成 堆叠 当成cue 当成各式各样的 资料结构 只要是线性的都可以 这那个 就是 感觉就是他阵列是一个物件 然后物件里面又有cue这些方法 对 那这个阵列其实他有push 他有pup 他还有shift 还有unshift 那这就对应到 两边 两边 我是要推进去 从这边推进去 还是从这边抓出来 还是从 这边推进去 还是从这边抓出来 这四个运算他都有 OK 所以 所以其实他 用一个阵列可以达到 cue 和 stack 和 array 的功能 他都可以做 好 那当然这个也有点缺点啦 因为 因为如果你用c语言 确实做的话 你可能会用link list 去做 啊用javascript 去做的话 这个太好用了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用正列去做 但是正列去做的话呢 你一直在做 push pup 或shift 或onshift 那那个记忆体分配是他内部自己做的 他有 其实 其实c语言的话也是不一样的link list 就是 可是用其他方来代替link list 就显然就是 比较不一样 是 更好的感觉 就是效率 还是 空间会 会变得很滑 这个要评估 针对每个问题不一样 因为 你知道link list 他的 诶 不好意思 就说 link list 都可以用其他资料结构来代替 link list 有没有 对就这样 link list 但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别的资料结构来代替 但是 有时候用link list还是最好的 对就是最好的问题 有时候 但是不是 总是 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用正列就够好 我用正列我干嘛要用link list 对不对 那问题是 正列 有个问题 就是 你每次呢 就是要先分配一整块 这个分配一整块的事情 如果 对你记忆体来讲 会是一个 很困难的负担的话 这时候你就不能够用正列 你就可能就要改用link list link list 也有他的overhead 也有他的缺点 因为每个link 资料的后面要加个 加个link 资料后面要加个link 那这是号 记忆体的 而且呢 他只能够 只能够这样子 一个一个 顺序的反问 他不能够说 我取第五个 你要取第五个 你还是得重投 那这个是link list的 缺点 但是 你就要去评估说 我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应不应该用link list 那 以JavaScript而言 写JavaScript的人 其实如果不太在乎效能的话 他就不用考虑这一点 如果他在意效能的话 他可能就 被迫要 自己再去弄个link list 来做 那甚至会直接用c 去接 这也是有可能 很多 最后为了效能 就 就把c接进来 举个例子而言 Linux的kernel Linux的核心里面 就大量的使用link list 因为那个东西 对记忆体的 要求会比较低 那在核心里面 他最在意的就是 记忆体管理 管理的好不好 所以他会用link list 去做Linux核心 的资料结构 所以 这个每一个 资料结构 其实 你们 你们学了资料结构之后 什么时候会用到 往往是在 你要考虑 效能 考虑 记忆体 考虑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用到 像我们写AI的时候 我们通常 不考虑效能 不考虑记忆体 不考虑那些东西 我好像不太会用到 当然最后最后如果你 你的AI的 部分你不是只要做一些 一些比较 比较 玩具型的问题 你要解决的是 一种大型的 Big Data的问题的话 那你最后还是要考虑 那个资料结构 和演算法 但是呢 你如果不是Big Data 我只是要做个示范 那OK的 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我上课AI的方法 我会是 尽量 不把那个扯进来 因为扯进来就 又把演算法再交一遍 又把资料结构再交一遍 那就太多了 OK OK 所以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 用正列 来 做 做 Cue就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 用 JavaScript写 其实你会发现 哇怎么那么简单 就是 我这G就是一个图 就刚刚那个图 第1个节点呢 他的邻居是2和5 OK 那每个节点一开始都还没被拜法过 OK 所以第2个节点的邻居是3和4 他 没被拜法过 OK 第3个节点是4256 第4个节点是56 第5个节点是6 第6个节点呢 没有接到笔人 因为他没有指出去的 的箭头 他全部都是指向他的 所以呢 你会看到 这一个东西 其实他对应到的就是这一个图 就是这一个图 OK 那第1个节点 接到25 然后第2个节点接到34 第3个节点 接到456 OK 第4个节点接到56 第5个节点接到6 第6个节点 没有出去 OK 所以呢 我们就 就用这样一个 陈述就宣告完整个图 OK 如果你用C语言写的话 可能会 长不少 就是 会弄一个矩阵 对对对 对对对 也可能会用链结串列 或之类的 要看你是 那个不太好 对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矩阵的话 会有个麻烦 是什么麻烦吗 是每一次就是要宣告一个 就是那个几乘级的 对因为他的记忆体要求是n平方 对 对 就没用到你还是得射多 对对对记忆体来讲是比较耗的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是 对记忆体来讲是比较 不会那么 耗那么多 那C语言其实也可以写出这种东西来 也可以的 我说写购 对而且 也不会真的很 复杂你也可以 用几行就宣告出这个 结构 只是你要 很了解他的那个 有初始值的阵列怎么设 还是可以很容易的 宣告出来 可是怎么更容易 对这个也是 更容易 因为Jawasky的 又是无形太原 又 非常的弹性 对 指标指一指是可以的 其实差不多 如果你宣告的好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啊 你只要把G内行存的一个阵列 然后把N的123456指标全部丢进去 是可以的 你可以加上structure 也可以放N和V 加上structure 你要会那个 structure的初始的话 宣告怎么宣告 那个东西 那个是指标 对 OK 我指标 我指标你不要 指标很难用 哪用 指标很难用 早在那边 你别说你要用 你要问Nin 谁直接发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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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想建廷所说的那个东西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用到很多指标啦 就是 他有用到指标 只是说 他没有用到 很多指标 要让你看起来好像 我 我得先密文一个东西 然后我再去指 其实 不需要这样 是一个 多个正列的 那个吧 那个叫做 手续标 还是什么 正列里面还可以用指标 再删另外一个正列 不是 你可以正列里面存指标 然后你存去的时候存去那个指标 值 然后再去加 指标 就变成 你在 鞋下面抠的时候 大概要用到三重指标 如果你要他指 是什么 哦 我懂 这边也不存在那个位置 对啊 所以看你的设计 其实 其实是可以的 C是可以很容易的 写出这种东西 只是 你对C语言的理解 深入 熟悉度 的问题 那当然有些 C是 不那么容易的 有一些 这个 这个例子还算蛮简单的 所以不会 不会那么不容易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初始化 初始化的动作就是把所有的 访问 都设成零 其实我已经设成零了 所以不用再 设一次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写了这个函数呢 因为我做一次BFS 之后还要做一次DFS 要做两次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次要清掉 那我干脆每次都清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写了DFS 深度优先搜寻 这个函数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看过的 完全就是那一个而已 那如果拜访过的话 如果已经拜访过就不再访问 否则的话就印出这个节点 然后把这个节点 设为以拜访 然后取出他的邻居 然后对每一个邻居在做DFS 就是这样 那这是DFS的部分 DFS我们给了他一个起始点 就是 就是看你呼叫的时候怎么呼叫 那我们呼叫的时候就这样 先出实话整个图 然后DFS G1 从1这个节点开始 做访问 最后 印换行 因为他一边访问 就会一边印 结点 所以 他的结果会是 DFS 123456 对不对 OK 所以这是我们DFS的 估价 然后输出结果 那 对DFS而言的 我们一开始就把Q里面塞E 因为我们从E出发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把Q里面塞E 好 那我就呼叫DFS 这一个Graph 还Q 那结果呢 就是如果Q已空的话 就返回 否则的话呢 就取出Q的第1个节点 然后 设为 拜访 那如果已经访问过呢 就直接返回 然后呢 印出那个节点 接下来呢 取出邻居 然后如果邻居呢 还没有被拜访过的话 就把它 放到Q里面 OK 然后继续BFS 其实我这里不应该用Push 我应该用 InQ才对 因为这里写DQ 这里应该用InQ比较 对不然我那个InQ好像没有用干 我直接写Push 其实 InQ就是Push InQ就是Push 反而没用到 这有点 有点 那个 封装没封装 呼叫 呼叫的时候 没有呼叫那个封装的版本 OK 那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一样 BFS就 出此话 然后呼叫BFS 只不过 不是 不是 传 E进去 而是传那个Q 只是那个Q里面放了E OK 最后呢 换行 那你会发现 OK 它是125 346 跟这个123456有点不一样 125 346 那 125346就是刚刚这一个图的结果 125 3 4 6 OK 那这里 大概就 已经把纯粹是图论的 DFS DFS 和 最佳优先搜寻 我们还没做 最佳优先搜寻 讲完了 那在只是纯粹图论的情况之下 感觉好像很简单 但是这种问题在人工智慧上面 很好用 这种方法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会更 特别好用呢 特别是游戏 我说的游戏不是指 就是 CG的那种 computer game的游戏 而是指 齐类啊 或者是拼图啊 或者是那种 游戏 那这种游戏上面呢 会特别好用 但是在做游戏之前我们先来看 一些比较简单的 还不像游戏的东西 先 我们会先 休息一下 但是我先把题目告诉各位 在这里我们做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老鼠走迷宫怎么做 那 这个问题呢 我先不让各位看程式 我们直接看后面的解答 这个老鼠走迷宫 他在怎么走呢 老鼠从这一点出发 从这一点出发 老鼠从这一点出发 他从这个迷宫里面走走走 然后走出去 那所以呢 你就看到这个老鼠这样子走 走走走 OK 走到这边卡死了 还可以往上 再往上 OK 往上卡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回过头来 到这边又往上 又卡死了 对不对 接下来 再 卡死了就回到这里嘛 回到这里 然后再往回退 然后再往下走 对不对 往下走 下走走走走 OK 下到这里了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 再往这边走 走走走走 OK 走到这边 最后呢 出口了 好 所以 结束 所以这个是 老鼠走迷宫 那老鼠走迷宫 你觉得应该用BFS 还是用BFS DFS 这边是DFS 应该DFS 对不对 应该DFS 不需要啦 因为 因为我是看看 如果有路我就出去吧 如果没路的话 我就 退回到 上面再继续下来 那这个就 完全符合 DFS的 做 OK 想法 那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问题 拼图问题 拼图问题 就 比较不适合用DFS 为什么 什么叫拼图问题 我们先看最后的结果 拼图问题 拼图问题 就是 本来呢 我的棋盘 是像这样 这个是我的棋盘 但是我们希望把它拼成 12345678 0 这个0代表是 没有 没有 没有方块 12345678 代表是有 有方块 上面有贴12345678 所以你能够移的呢 就只有 把这个0 跟上面交换 或者是0跟4交换 0跟6交换 0跟8交换 也就是说 各位应该有玩过吧 就是那个移来移去 中间那个是空格 0就代表空格 OK 我只能够这样子移 那 但是我 这个程式 我现在是 已经追到 目标之后 我才把它整个 整个印出来 所以其实我是 其实点是在这里 OK 那其实点在这里 意思是说 我希望把 这一个 棋盘呢 最后移成 刚刚那个样子 那我该怎么做 我想把这个棋盘移成 刚刚那个 12345678 绕在外面 0在中间 那你 可能会去想说 OK 那0 我希望他在中间 他跟 他换 可是一换呢 这个2下来了 可是并没有 达成我要 对啊 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做 那 这里如果你用 DFS 你可能就会发现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哇 总共绕了可能 几百步之后 才到目标 但是DFS 发现你的解 OK啊 OK啊 我觉得 反正有到目标就好 可是对你来讲 你要去移动 好几百步你就累死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希望说 我找到的解 是好几百步以后 那所以我们该怎么 做呢 用BFS 就不行了 因为BFS 他就一直下去 一直广下去 只要 找到一个解 那一定是最浅 我第一个找到一定是最浅 最浅的解 那我只要移一个几步就大 所以 以这个问题而言 那我们该怎么去写程式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puzzle search 这一个程式 我们在使作的东西 那这里 就会有几个问题 以这个puzzle search而言 什么叫邻居 什么叫邻居 你看很简单 0 只有0可以移动 所以 这一个东西的邻居呢 就是 就是把0跟2交换 或者是把0跟6交换 或把0跟7交换 没了因为下面没有 OK 那这个东西的邻居呢 就是把0跟6交换 或0跟5交换 这个东西的邻居呢 就是把0跟2 或5或4交换 那你的邻居就很清楚 但是你需不需要一个图去换腿 不需要因为邻居定义很清楚 我只要知道0在哪里 我就有办法 知道他的邻居是哪几种 这个东西可以用 BFS来做 那该怎么做 还有 老祖种迷宫 可以用BFS来做 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先想一想 试着写也OK 不过 写不出来 我们这边有 参考答案 可以参考 先休息一下 好